期待两岸观光 整个团客的这个禁团令 可以取消 听说今天本来行政院会 会有好消息 结果呢 观光股全趴全倒 因为禁团令根本没取消 现在只说 已经接团的六月之后 你可以继续出团 你这个决定不是就变相去处罚 那些第一时间听话乖乖 退团退钱的业者吗 他们现在可不就 无语问苍天了 好 俊娟哥要报信的观众朋友 我没有在旅游业 但是我突然想到旅游业之外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秘密 从前两个电影看过 那就是不能说的秘密 观众朋友来很快跟大家拆解 昨天旅游工会跟我们的行政院的 这个前秘书长 现在是交通部长 李某某见面 以为会有好消息 为什么前两天不是这个工总理事长讲说 许叔叔叔可能会有好消息吗 弟弟就把他等 把那个白天的 第一天吹 四番 esempio我就在等 但是你只要大陆的团客一来以后 我们就是岁边啦 结果呢 没有嘛 当然没有啊 因为 来总统讲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互不隶属两国 那他怎么可能开放 那怎么办 那没有办法 因为我以前跟大家讲 我看到民进党政府就是告诉你 对等尊严 对等就是你有团来 我就有团去 你没团来 对不起我团都不能去 但是我们的旅行业者 把酒店变成对 大家都想说 快点快点 我已经受不了了 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上游对策 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不能说的秘密就来了 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秘密就是 六月以后 我先问君安哥一向向来 对他有没有开放团阁来 没有啊 那他没有来我们就不去 就不去啊 那他没有来我们就不去 我们旅行业者就惨了 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就不能出团去了 对不对 对 错 还是出 而且有1000团 怎么有这么多 1000团 1000团每一团大概20个人 是 所以加起来你就知道了 有2万个人准备啊 从6月到9月这1000团 走到电子里了啦 我才知道 这1000团是之前 就是今天以前就已经成团了 对 可是传团以后 在等那个开放以后 要大方的去对不对 那现在没有办法大方的去 行政院长总共他讲说 好 我下令 尽力维持 6月1号以前成团的造出 结果一看1000团 所以显然是什么 君安哥我们讲个结论 显然这些旅行社 第一个都在等好消息 第二个 行政院本来也希望开放 第三个 行政院说 我们就算最后没有 你也不要取消团 先当消息 团给他教训 每个人都来说 所以才有1000团啊 不然怎么会有1000团 这样就真的是 让人家觉得 蜡筋筋筋人最多 说得很好 为什么 有一些旅行业者 他想说 哇 你2月份就告诉我 6月进团令 那就退团退钱了 我不是就够了吗 观众朋友 现在有个说法 就我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 对岸有团来 我们就有团去嘛 那我们对比方倒过来也行吗 我们有团去 他们就会来团啊 对啊 为什么不 那你就放人来啊 旅行业者就问 张罗邓转啊 为什么不 对 我们就先去 他们就会来啦 是你警察 我们在那边交易啊 你知道吗 就很生气啊 所以昨天在开这个 就是跟李孟燕部长 交通部长在见面的时候讲说 那是你机杀 我们就出团 他们就会来了 但最后还是决定没有 所以国安团队经过了分析 以后就是要求要对等 所以这个团就没有嘛 那所以李孟燕部长 跟他们讲说 不会解除建议团的时候 一千团怎么会当时成型的 明明讲六月以后就没有了 你怎么敢出 所以显然相关的 不会应该有 告诉这些旅行业者 你就先给他成团 以后再说 要么你就退团 要么你就取消 要么你就改去并别的团 或是去他国家 但是现在行政院长 总统太讲说 已经不出团了 但是呢 已经成团了还是照去 那么就赶换 所以会有一千团 两万个人 六月到九月的时候 继续的旅游前往大陆 好 那我就问你 是谁给这些业者 商总理事长 这些信心 你看这个海基会 郑文燦董事长 给了他的希望 交通部照顾业者的生计 应该也不会党 到底谁在党 两岸的观光交流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 最重要的还是赖清德总统 还有他相关的国安团队 然后在第三层 就是陆委会 跟这个交通部的观光局 那简单说 这个东西 我们常讲政经 有政治为底才有经济 两岸的法也是一样 覆盖也是一样 那政治经济以外 有政治才有交流 政治上面两边都在吵 那你说实在 大陆游客也不想来 我们也不想去 但是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显然我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应该都懂了 原本是希望能够春暖花开 会有好消息 陆团会来 陆团一来 我们就全开放 对不对 而且事实上本来就是 我们先开放的 今年三月不是我们先开放的吗 陆团三月有来吗 也没有 所以先做这个事情以后 以为会有好消息 但是我刚刚讲 政经政经 政治还放在前面 520年有时候讲完之后 国台办鬼都出来了 这个是战争的推手 是不是和平的舵手 直接就骂赖清德 骂到底了 那骂到底的状况之下 我就问俊相哥 总统是赖清德 叫陆团会 那你下面陆团会 被国台办骂 我们是陆团会 他们是国台办 被国台办骂 那我们的陆团会 跟我们的交通部 公共局有办法放吗 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就变成是 虽然不能去 这样听懂了 虽然不能去 也叫你不要去 但是你成团了是不是 那就去 不要再伸张 不要再宣传 不要再有卡托洛库 就可以去了 就是变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东西 我跟人家讲说 我一开始 我就在猜说 这样子连续三天的接触 释放一下好消息 是不是跟你收头 叫你说 6月1号 大家不要中假 我有个人才开始 510天而已 你们就要跟他 控议说过百度 看靠近吗 所以就是这样子 现在目前的两岸的观光 跟一直在讲 为什么教育部长 他的那个报告 三十几页 没有讲到陆生来台 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 说可以来 谁会来 但是显然赖清德总统 现在目前 他也没有其他的报 昨天我给大家看民调 75%赞成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互不隶属 那既然民调这么高 政治上判断他不会改口 那既然他不会改口 那对岸就不可能有人来 那既然没有办法 有人来的时候 他还是希望 在观光跟学生的部分 能够尽量交流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 他没有限制你去 如果照讲要广义 就是说 我已经决定六月不行 所以所有成团的 必须取消 我管你那一千团 必须退团 必须退费 必须赶他加国家 现在不是 是必须悄悄地继续去 对不对 所以这种就变成这样了 那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大陆的军演 这个叫武贺 那文工的方面呢 他还是希望台湾的民众会 多觉得说两岸交流好一点 就是都是赖清德害的 大概也是这个方向 所以国财办 骂赖清德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演艺人员 台湾好多演艺人员 五月天啊 什么这些 那他们都去po了 两岸都是中国人啊 祖国啊 等等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这么po 我们直观解如就是 因为赖清德之后 一定要表态嘛 但是朱峰林不是这么讲的 他说这都是 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 就说这些人 因为在大陆 但我也其实我也相信 军阳哥 因为你想想看 这些演艺人员 在大陆十几二十年 他可能从北京一路 这样子绕一圈 全中国大陆他都去过了 他到那边很多歌迷 都很喜欢他 他可能也有感情 我没有去我就没有feu 他们可能有感情 是不是真的真情牛肉 朱峰林就讲朱峰林了 大家不要再去 逼这些演艺人员了 没有那么夸张啦 五月天到底捐了多少钱 也不用再去算了 现在网路上有人算说 五月天 他其实在大陆的 这个开演战会的收益是多少 他说一年就四十亿 去年就三十亿二十九亿 我先问一句 你是相信音乐 这个数字你相信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相信音乐 根本没有跟大家讲 他收益多少 这个是网路上在算的 就像花冬的那个建策条例 直接告诉你两兆 也是自己算的 所以呢 不用去算 他到底收多少钱 他有捐福州 他有捐台湾 这是事实啊 他有捐台湾 这是事实 那天我去买这个臭豆腐 然后说 我看你去报新闻 就在我们节目讲说 花脸怎么办 靠五月天就 对不对 他不是要去开演唱会吗 那五月天到时候 去花脸的时候 你要不要跟他说谢谢 所以不要去讲这个啦 五月天过去 在台湾高雄气暴的时候 每次地震 每次风采的时候 他们也很爱台湾 两岸到处有表演 不要用政治去框架他们 五月天既是台湾团 大陆的歌迷也喜欢 放过演艺人员吧 我们来谈一些政策 跟两岸的这些 经济相关的东西 比较实在 董哥 本来以为 今天的行政议会 会有好消息 这个陆团禁令可以松绑 哇 结果断了断去 一张康啊 对啊 前面放了多少消息说 好像要开放了 对不对 然后习近平 好像也跟台湾讲了说 我们希望我们这边的人都去看一看 虽很多人有期待 但是你看到了一头空 为什么一头空 谁叫你们七年十月三十 你们要挺侯友余六百桌 现在报复你了吧 大家可以看到 他想说怎么会这样 没有错 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个行程原因 它当然有很大部分是因为 今年才结束嘛 那你今年 你行政院的考虑就会说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善意 又怎么样 这个不是善意 这其实是我们 台湾观光业者的一个 生死存亡之秋 那你这个时候还不给 你从过去一直卡 卡到现在 五年六年 有了吧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当然应该开放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陆很多朋友 他们都希望到台湾来 那你这边开放 其实是没什么问题 我们很多朋友也希望赶快过去 至少让我们光光的这些朋友 他们能够喘一口气嘛 但是你可以看到 行政宴会做这样 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前面会有一个经验 因为里面 大家也讲说 是三月应该有个动作啊 选举也结束了 可是大家别忘了 我们两岸的关系 很多是一黄扣一黄 二月金门搞死了两个 对不对 搞死两个大陆人 现在尸体还不还人家 船也把人家扣留 这个在中国大陆来讲 很多人心里也不满啊 所以你不要用自己的角度 一直在想说 他来今年 他今年 他认为我也要有一些动作啊 所以大家互相有动作的话 新的总统上任以后 你没有表现出善意的话 那这个就会恶意螺旋一直下去 所以 赖清德自己要考量看看 台湾很多人的生计 就是看你怎么做 好 不议二亿螺旋 越堆越高 死结越打越紧 怎么松绑 二亿螺旋 老实讲 如果你是站在 比较优势的那一方 你就罢了 但台湾好像不是站在 优势的那一方 这还是最致命的问题 先讲一下 大陆在疫情之后 他们的观光旅游产值 不只恢复了往昔的高峰 还突破天峰啊 到达了13兆人民币 也就是60兆的台币 而台湾的团客到大陆旅游 在之前所贡献的产值 最高的时候 也没有超过2000亿新台币 也就是说 台湾人民到对外观光 贡献的产值 不到大陆旅游产值的 百分之零点三 也就是这一次 我们台湾不开放 民众组团到对外旅游 受伤的是谁 老实说 真的受伤的 并不是大陆旅游业 他们不是很在乎 台湾人有没有去玩啊 真正伤到的是 我们台湾的相关旅游业者 在民进党的 附入进团令一下之后 台湾的旅游业 旅行社旅馆倒闭一堆 还有很多的游览车司机 到最后只能够卖车转航 因为没有人来 他有游览车 没有用啊 台湾的观光产业 遭受重创 但是到这个时候 对民进党 对于赖政府而言 他们还是只有一句话 就是我要抗中保台 我要对抗大陆 我们要有台湾的尊严 但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的口号讲得虽然很好听 但是最后 惩罚的不是大陆 不是对岸 而惩罚到的 都是我们台湾自己 辛苦的民众 以及我们全民的利益 好 看到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要问 那陆克不来会怎么样呢 我们主机长给了答案 全台摊贩过去五年 倒掉了七家 夜市少掉了陆克生意 直接砍半了 你来看看昨天的台北街头 谁来了 轰动无理嘛 张众部 黄仁勋 林百里 都是吓死人的大人物 吃完撕除 吃鹅啊尖 立刻就被编出了 黄仁勋最爱的台湾美食地图 但我们真的很难过的要反问 难道台湾夜市 只能靠黄仁勋来救吗 实际上我们先讲 主机总处因为公布了 2023年 整个摊贩经营的 这样一个现况的调查 结果发现到 我们现在摊商的这个加速 居然现在正下23.3万家左右 而且摊商的从业人员 只到35万7千人的这个上下 这是什么概念 但重点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事实上您刚刚特别提到说 5年里面摊商倒了7万家 很恐怖 那这个当然我觉得有很多 复合性的因素 包含到说疫情的这件事情 事实上也让很多这个业者 在过去几年里面 一直苦撑一直苦撑 后来没有办法撑下去 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以他们这个主机总处的调查里面 还有包含到年营收的部分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数据 有一个摊商大概 如果我算是一个月来讲 大概他的收入 是在4万多块钱左右 但你想想看很多摊商 都是一个人做生意吗 不是 是几乎是全家在那里做生意 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 年营收的部分 事实上也不断的在缩水 那当然了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 现在这个疫情开了之后 是不是能够摊商的这个经营 这个生意会变好 首要的指标其实都在夜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对很多夜市的这个业者来讲 他们其实也讲说 观光客少的部分 事实上差很多 而其中最大的影响 就是所谓的路客 路客爱逛我们的夜市 当然 因为大家饮食习惯相同 那你会讲说 没有 我们有欧美客 也有这种 这个所谓的东南亚的客人 客人数差太多了 我跟讲不只是这样 还有包含饮食习惯 比如说像猪肉 有些国家他就不吃 所以这些东西 这个摊商就实际讲说 东南亚的游客它的消费力 跟路客其实很难相比 你知道 而且在这饮食习惯不同 我不可能为了说 特定哪一个国家的人 我就只做他这个生意 所以这里面你就会发现到 路客其实非常非常喜爱 灌这个台湾的夜市 多爱爱到什么程度 我先讲 中国之前有个这个YouTuber 他就拍片 你知道 他居然喊说 居然不要来台湾玩 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 生气对不对 结果你再继续看 他里面的介绍 我跟讲 他是写反创文 为什么 他说他来台湾玩五天 五天他去哪里 你知道他都在夜市里面 就在画面上面 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 好像很平常 夜市不都是卖这些 可是对观光客来讲 他本来那些吃不下 你知道 他说宜然五天 就胖三公斤 所以他说大家不要来 那些时候 台湾太危险了 美食太有货了 你如果是要干杯 絕对不要来 好 可是我们就回来看 事实上夜市难道是真的 这样子说大家喜爱 我跟你讲 不管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或者是有钱人 大老板 来到台湾 首要就是逛夜市 爭美台北夜市 没凉千千 变变酒 为什么 你来看到这个谁 黄仁勋 黄仁勋旁边对家还有谁 还有张忠谋 林百里 他们就去逛夜市 你不要以为他去试茶好不好 我跟讲他去吃东西 而且他不只是吃东西 你知道他们之前 因为这个黄仁勋 跟这个张忠谋 还有林百里 他们是直接先去吃完 要吃醋 你知道 你听话来说 你吃醋来到吃饭 是要再出来坐 你搞不好出来看热闹 不然你在画面上面看到 这几个大头竿坐那里 你吃什么 吃蚝蚝蚝 你知道吗 而且还吃什么 吃豆腐 所以好多 你看这个人挤成这样 大家都天啊 天啊 大咖来的 大咖来的 夜市居然刮起这种 大咖吃夜市的风暴 所以你看张忠谋 你整个人 他不知道多久没有来逛夜市 以他的身份跟地位 怎么可能 昨天吃豆花吃得太开心了 现场 哇 大家见辙有份 他请大家吃豆花 身为来宾 其实不可以纠正主持人 但是我要纠正你刚刚一个说法 你刚刚说张忠谋 有多久没逛夜市 我跟你讲 张忠谋今年92岁 他说这是人生第一次逛夜市 我的天啊 不是不是多久 92年没有逛过夜市 这是他的讲法 但问题是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他们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引起很多人的这个骚动 你知道一大堆人要求这个拍照 而且他们其实说实话 你不要以为说有钱人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其实很多民众要跟他拍照 他们也很开心啊 所以一直跟人家拍照 甚至还有比赞的比夜的 而且最重要是他旁边没有什么 我们一堆宝镖围着他 不让他跟人家接近 其实都没有 那我们就来看他这一次 他们到底是吃哪些东西 我跟你讲 这些店家都这样爆红 要跟哦 我看他的点都要打卡哦 你说这些有钱人啊 说真的他们对饮食会不挑吗 没有在随便吃的 家里面搞不好都有厨师 我不知道 最少对饮食 都有些调整跟控制 但是你看 他这一次黄仁勋带他们去吃 圆环编的鹅仔煎 这一家 我说实话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这也曾经获格米其林推荐 这个说真的 你会觉得米其林 米其林好像很遥不可及的 抱歉 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的雅琪仔 你如果一百块来 你都吃有的东西 不只是这样哦 你知道吗 黄仁勋这一次 他是去逛这个宁夏夜市 可是我跟讲 黄仁勋超爱逛夜市你知道 因为他前一天才跟他的老婆 去逛宁江夜市 而且是买什么你知道 有些人讲说 我跟你说那雅琪仔水垢很贵 那都是钢片的 结果我跟你讲 其实很多汤商都是很老实在 做生意啊 黄仁勋那时候还买了一大堆水果 你知道 甚至还说要请大家吃这个 这个是 死贵王来啊 所以我们说雅琪仔路客不来 大家在那儿望春风 结果望着这个超级大 他变成台湾夜市的最佳行销推手 所以我跟你说 米其林 我们老实说 我们也很崇敬的心态 去看到米其林推荐 但是现在网路上 居然有黄仁勋推荐 你知道 他居然有人把他做成台北美食图鑑 哇这就厉害了 你知道就黄仁勋吃什么 我们就要吃什么 你可以看得到 居然大家就列出了这画面上面 几家这个店家 而且他吃的东西 我真的必须讲 真的南郭很多这个台湾 大家有很好吃的东西 你看牛肉面 有没有 台菜料理 蚵仔煎豆腐水果店 肉肉饭你也去吃了你知道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 这个所谓的三兆奶 因为人家身价这么高你知道 但是看到台湾的 这种所谓的夜市的美食小吃 我跟你讲 三兆也一样了 完全抵挡不住我们 夜市的魅力啊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四月六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九点到十一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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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会订阅 去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